鐵文台說熱帶風暴溫比亞 正是採取較偏西的方向移動 今晚會發出一號戒備訊號 明早考慮改發三號強風訊號 我們預計溫比亞在星期一後期 有機會稍為增強 成為一個強烈熱帶風暴 溫比亞的環流 就會在星期一開始影響香港 而日間就開始有狂風驟雨 而驟雨稍後會逐漸變得頻密 而風方面會吹東至東南風 而風勢在星期一也會逐漸增強 由於我們預測溫比亞會影響香港 天文台會在今晚發出一號戒備訊號 天文台會在星期一早上 考慮發出三號強風訊號 但對於發出八號獵風或暴風訊號 暫時來說都是言之尚早 暫時來說都是言之尚早 既然我覺得最正常會在天文部 的氏氣有手機 如果回到UST,讓你們 относ一下